在台南今天还出现了这个大牌长龙的景象 因为有人在发送免费的口罩了 这是台南也为在地企业家 透过在澳洲经商的儿子 于当地买了六万个口罩运回家乡 发送给有需要的人 消息一出有民众一大早六点多就跑来排队 现场将近四千人 场面很壮观 人潮一路延伸几乎看不见镜头 公园里人气爆棚究竟为哪装 看到桌上这一堆答案揭晓 时下防疫最夯的口罩在这里能免费领取 而且不论是大人或儿童 每个人都能限领四个 如果没有早一点去药局排还是排不到 所以来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有希望 因为它数量比较多 拿到的民众只喊很甘心 虽然口罩实名制 成人从七天买两片变成七天能买三片 但民众说还是会买不到 收到消息知道这里有六万个免费口罩能拿 再早也要来排 就澳洲爆发疫情之前 我们就已经买了 但我们也希望那民众也要珍惜口罩 免费送口罩的是在地企业家 透过人在澳洲的儿子 从当地购买六万个口罩 运回台湾回馈箱里 为防疫尽奋心力 身上有备用口罩 更能安定民心 连市长黄伟哲也说 防疫不只是政府的工作而已 大家一起来 防疫一定更成功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